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正在填写罢免书 对此黄杰是表示尊重一切的想法 确实有看到他们有认真想要进行罢免我 可能是因为对于我在议会的质询不满意 或者是对于韩市长的质询 让他们觉得影响到韩市长的选情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都很尊重啦 意见不同本来就是可以这样表达 那如果他们之前有说涉及人身攻击的部分 那这种我们就是会依法的来处理 有民众是不是满意 黄杰在议会质询的表现 所以要来罢免他 对此黄杰说 这都是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他予以尊重